歡迎來到我們的外送美食開箱啦 今天要開箱哪一間呢 今天開箱的是陶山日本料理 對 陶山日本料理 那我今天點的是呢 再看一下 椒鹽豬肉玉飯 然後呢 我還點一個味噌湯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試吃它的肉 還有它整個東西 我覺得呢 如果以這個價位 我覺得它的肉算是蠻多的 讓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OK 然後這是飯 所以你點一個它會來兩個 有主食跟我們的飯食 然後裡面呢 有蛋 然後還有兩個菜 我們來試吃一下 好 我先來試吃它的肉 嗯 它這應該是用烤的 味道很不錯喔 就是日本料理很常見的那一種 再一口飯 不錯喔 它的那個豬肉啊 它旁邊有顆檸檬 大家如果喜歡檸檬的話 可以夾 還有我們的薑片 然後呢 我們的菜 菜喔 嗯 不錯不錯 好吃欸 然後還有蛋 它這蛋好 不是荷包蛋 它是用蛋煮 嗯 它蛋怎麼可以做這麼好吃啊 我今天荷包蛋都沒這麼好吃 嗯 打得把我葉椅跟那個酸葉來比 它太多了 對 那我私心想讓你看一下它的肉 這樣 然後它上面有撒調味粉 我覺得還蠻棒的耶 就是整體來說 口感是很OK的 嗯 嗯 味噌湯也是很好喝的 就是 味道很足夠 而且它豆腐 好吃 真的 真的是好吃的 這一頓呢 是我覺得真的還不錯的 各位 如果你們有想要吃的話呢 今天想要吃好一點的話 然後 份量也蠻足夠 我覺得這一餐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喔 嗯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餐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下次我吃什麼的話呢 那記得準時觀看我們的頻道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這樣子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就這樣子 大家掰掰 耶